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其实不然 法国地理书很注重拳法和下断嘴的使用 和体操流根本就不一样 好了 夹带四伙结束 让我们去看看今天的新闻专序又有哪些新闻资讯吧 在前几天 国航Xbox One的发售计划被紧急叫停 台风又导致东方明珠下的Xbox Party取消 关注国航主机的玩家 想必已经非常担心我们自己的游戏市场今后该如何是好了 但是就在昨天 微软 中国官方确定国航Xbox One将于9月29号与玩家们见面 这个发售日比起之前宣传的年底发售上早了很多 不仅如此 为Xbox One保驾护航的首发游戏阵容 一下扩充到了10款游戏 看来这些游戏对于玩家来说已经是脱手可以玩到的了 而游戏阵容中不乏雷漫传奇 特技摩托居变这样的高素质作品 同时国内野岛工作室的《决战喵经》也确认加入首发豪华午餐 更让人惊喜的是 有玩家爆料称 Watch Dogs已经在国航商城中上架 这不失为是一个好的兆头 那么各位玩家请和我们一同见证 国航Xbox One主机迈出的第一步吧 四世代摇啊摇格斗大作 死活生物终极版又公开新的DLC啦 个人印象中女服装怎么好像是不久之前的事呢 脱裤膜是打算每个月都给妹子们添套新衣服的节奏吗 今次的赌场兔女郎服装 更是将忽之欲出和拨刀羞泳发挥到了几乎丧心病棚的地步 看着打斗如此激烈的摇摆 正值得我不仅的要表示 真的不会打着打着掉下来吗 配合这道服装 场景也变成了赌场和马戏团 热闹非凡欢乐无比甚好甚好 此DLC降于9月24日也就是今天上线 服装单件不含税售价190日元 打包价1429日元 其实我想大家也早已习惯了脱裤膜变换着花招 给妹子们换装坑害广大男性玩家钱包的行为了吧 干脆改天开发一个死活生暖暖环游世界得了 提起生化奇兵无限 想必玩过的朋友一定会对那个充斥着巨型飞艇 和热气球的天空之城哥伦比亚印象深刻吧 由Inrational Games打造的设计游戏 生化奇兵无限完全版 确认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入PS3和Xbox 360平台 游戏将会包含游戏本体 云中大战生存模式 两张重返销魂城的海葬DLC 以及游戏提供的几把特殊武器 生化奇兵无限凭借着它美轮美奂的美术风格和优秀的剧情 销售了将近700万套 虽然Inrational Games已经不在了 但是玩家们完全可以相信 系列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以令我们感到惊讶的形态回归 话说竟然没有高清重制版 不给丽雅老师 Playground Games工作室出品的Xbox平台竞速大作 极限竞速地平线2发售在即 近日官方又公开了名为史诗般旅行的宣传面 片中制作组邀请了美国残疾人赛车手 马里奥邦法特做客工作室并体验游戏 马里奥身体瘦弱 驾车时为了防止松把只能靠电弓胶带固定 但这并不能阻碍他不断追逐速度和胜利 从他满手臂个性熟度的纹身 也能看出来他是一个乐观爱玩的年轻人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马里奥一样 也许种种限制无法让我们在现实中 驾车及时穿过雨水和阳尘 我们也能通过竞速类游戏享受一场 说走就走享受史诗般风光的旅行 相信这正是次时代真正竞速游戏所能带给我们的体验 游戏试玩demo已经公开 赶紧去享受吧 哦耶 下面到了各位魂系列爱好者和斗玩木玩家 最为关心的Bloodborne的新闻了 本作继承了魂系列的意志 依然以超高难度降临PlayStation 4品牌 游戏在之前的美国PEX大展和东京电玩展中提供了试玩 PEX展中3500名玩家游玩了这个demo 打通的玩家人数为20人 而在东京电玩展中参加试玩的玩家为1250人 而只有40名玩家打通了游戏 按照这个数值进行测算 日本玩家的战斗力大约是美国玩家的5.6倍 按照一个成年人带着猎枪战斗力为5计算 美国玩家的战斗力大约不足1 啊 以上都是胡扯的 Bloodborne将于2015年2月5日动了PlayStation 4平台 游戏有繁体中文 废话不多说 赶紧预定吗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您精选的游戏资讯 接下来又到了我和大家互动的时间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A9VG热门游戏专区以前各位小伙伴们的精彩留言 有哪些吗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 英雄传说闪事鬼集2 明天就要正式发售了 如果你已经对本作期待很久的话 那就赶快到闪鬼2的热门游戏专区去参加各种活动吧 美女版主前景叉叉不仅从始至终都在为各位小伙伴更新着游戏的最新情报 而且还开展了各种有意思的活动 如此有爱的付出 大家没有理由不支持一下吧 而且现在热区里面还举行了有奖问答的活动 具体参与规则请大家一步到闪鬼2热区去看一看 另外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送出一份闪鬼2的带子一个 看到了没有 会发光的哟 我们会随机从今天参与回推的朋友中选出一位幸运观众 把这个带子送给他 大家赶快去留言 让我们注意到你了 又到了回复留言的时间了 昨天我们为大家报道了黑暗之魂2DLC白王的皇冠的消息 然后黑暗灵魂同学就留言说 这是最后一个DLC了 黑魂2要告一段了 我想说请不要轻易悲伤 因为我更悲伤 因为我开了二周末的缘故 我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玩到各个DLC的入口处 我这是买还是不买呢 WHR7402 1413同学说了 现在最期待的游戏就是《世神者2爆裂》和《海贼无双3》了 而且他一直以最口袋军手里的玩偶是节目送出的礼物咧 下次可以考虑手里面拿一个手柄 你的这个建议口袋一定已经看到了 但是我想他还是会坚持拿他的精灵宝格梦毛绒玩具来上节目的 因为他曾经说过每期要拿一支争取不重复的豪言壮语 真不知道他家里到底有多少存货 话说他为什么偏偏喜欢收集毛绒工赛啊 好了今天的留言就回复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直接查看每条新闻的话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想了解游戏资讯的话 请关注A9危机论坛和新浪微博 也别忘了回去参与互动哦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明天再见 看来这些游戏对于玩家来说 已经是脱走可以玩到的了 脱裤膜是打算每个月都给妹子们 添到新衣服的节奏吗 这次的读 可以接吧 这次 坑害广大男性玩家钱包的行为了吧 改 完全可以相信系列的将来 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话说竟然没有高清重制版 不给力啊老师 片中制作人邀请了 美国残疾人赛车手 Mario 但是我们也能通过 竞速的游戏享受一场 说走就走 下次可以考虑手里面拿一个手柄 你这个可不准思 敲你妹 别 你这个可不准思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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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